文春童年 你最善往的职业 我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 我先记得起来小时候 小时候啥都吃 小熊品干 我能说小时候想做的职业吗 小时候想当老师 我最小时候想 最第一个想要的职业是老师 因为我特别喜欢 老师在那个 圈子上打钩打叉 拿红笔 特别觉得拿红笔 特别有威严的感觉 嗯 倒了 小时候想要当警察 对 那个时候小时候 应该就是那种 看那种电影啊什么的 然后觉得警察特别帅 然后挺心装建议 你是要跟我一起当同事 是吗 变成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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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下一个 我小的时候 就最爱吃的零食是小熊品干 然后最想做的职业是超市老板 嗯 因为可以 就可以随便吃小熊品干 没错 我小时候最想当钢琴家 因为学钢琴 那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我想当老师吧 嗯 老师 我小时候我梦想有点伟大 想当科学家 我还好 很想好多年 然后你做什么小熊品 没有 就是因为小时候写 想当很多了 想当太多了 什么都想当 就是因为不是说 不是说要写作文吗 哦 你想当一个名称 对 我想当科学家 还有警察 还有什么什么 还有什么 医生的好多 爱比剧 对 就是很多很多 想当 等一下我提一个问题 你们小的时候 有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长大以后 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 嗯 我真的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长大以后是觉得简直是想太多了 然后没有纠结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说想上哈佛 哇 那你别我们还要牛 最后去了哈佛的隔壁 那你别我们还要 那你很牛了 那也很牛 很近了 去哈佛参观了一下 很近了 至少你们去过 我们很近了 你现在等一下可以去 哎 我们听过 听过 我想到 我想到舞蹈家一起 嗯 你喜欢吃啥 脱肥 哦 脱肥是什么呀 哦 你们都不知道 就那个像烟 烟火 然后动起来 哎 动起来 我昨天还 我前面还带去别墅了 没吃过 哦 最好吃了 年龄 你没吃过吗 留起来就记得了 你也要带哥 带哥 那他 他 他 他什么 他跟我们大家都是同龄人 没有 你没吃过你就不是同龄人 你没吃过没吃 那我给你们想 你爱吃什么呀 小时候 小时候爱的可多了 对 就是 主要就是想说 啥都吃 你想不想爱那个 我也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小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就特别 就带着那个葫芦娃的那个水 你就是这样 葫芦娃 你们没喝过吗 糖葫芦汁 冰糖葫芦汁那种 不是 冰糖葫芦汁 不是 是不是就只是一个葫芦装饰 葫芦汁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真的拿一个小葫芦 然后小时候可微 葫芦 拿一个小葫芦 对啊 可微葫芦 我知道 我在电影里面就是那种年代剧的那种 电影里面 我也好像 我就看得很好 我想想我小时候喜欢吃巧克力派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吃个巧克力派 然后吃奥利亚 就是这种 这种东西 巧克力有关的东西 对 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六一二梦节快乐